在前天我記得有這個NXPJ 有FailScape 去跟台積電做合謀 就幹嘛做車聯網 台積電之前在古東會講什麼 汽車電子是最大的一個平台 大家還記得吧 車聯網的三大應用 包含健康 包含居家 智慧家庭 還有所謂的這個車子的部分 他看到車子是最快發酵的一塊 再加上其實最近的一些動作 包含像聯巴克的一些動作 看起來當然 這個消息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因為NVIDIA本身沒有什麼漲 但是相對代表說 目前有很多的半導體 必須要做一個大結盟同盟的頓做 才能夠吃到這個所謂的龐大的商機 所以這種車聯網的概念裡面 當然像今天媒體也有提到說 不管是在車聯網或是機器人 都用到很多Sensor 所以一講到Sensor 台灣最純的Sensor叫做原像 原像已經默默的 在第一檔之後 又盤了一個挖工底 慢慢的盤遷而上了 所以看得出來 從原像的帶領的情況之下 已經把部分的一些IC設計 這個跟於車聯網 有相關的一些題材的各國 譬如說像原像 像義龍店 像所謂的這個羚羊 這些慢慢的帶動起來 甚至未來我想 無庸置疑 ADAS大家還記得吧 這個東西我想 包含像企機 包含像FRET 包含像我之前還蠻看好的 配股配型裡面 高配股配型題材的 3380的明炭 這些都是蠻純正的 所謂的車聯網的概念股 竟然這麼多大佬看好 也不是只有政府看好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些股票 你就是要等到這種好的時機 什麼好的時機 當大盤往下修正到一定價位的時候 這些股票被莫名其妙的超殺 明明有這麼好的業績 卻被莫名其妙超殺的時候 你才要默默竊喜 因為有好的價位可以買 我想還是跟大家分享這種觀念 就是有時候我們以 Botten Up的方式來操作 股票的價值就從這段慢慢的浮現出來 要跟大家分享